Hello大家好我是杨子昭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三战PK赛季的抽卡策略 因为我现在呢很快也要进这个PK赛季了 然后我就花时间研究了一下 这个PK赛季的割据包还有霸业包分别是什么 然后如果要抽的话应该去怎么规划 这个攻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月卡档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一下 进了PK赛季以后呢 割据包会分成三个不同的割据包 然后这三个不同的割据包呢 里面的武将啊也基本上都不一样 尤其是核心武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呢就来仔细解读一下 割据包一 这里面呢基本上最有用的核心武将就是官媚和周泰 至于这个寻幽嘛 还行吧我怎么说还行 元术呢基本上材料卡一张 然后王霜张春华是这个卡包里面为二的两张 怎么说呢 他看上去没用 但是呢对于刚进入PK赛季的人来说呢 是非常有用的这么一张卡 可以说这一个割据包的核心就是官媚 观音频 然后第二个卡包呢相比较第一个卡包呢 这里面呢有用的5SP周瑜 举兽满宠王元机 以及可以用来玩黑科技的董白和专门用来拆这个竭力左谋的张让 而且这个割据包二还有一级 一级是可以用来拆这个灵机制胜的也是相当有用的一张卡 总的来说呢割据包二也是相当不错的 好的我们再看看割据包三 割据包三呢相比较割据包二呢又不一样 就是割据包三呢可以说是没有一张就是非常核心的武将 关心张包呢你没有SP诸葛亮呢也等于没有用 然后这个SP庞德呢他的作用呢基本上就是拆成这个中勇一列 张春华呢主要就是用来开荒 但是呢割据包三他有一级和朵斯大王 也就是说割据包三里面抽这个灵机制胜的概率呢 是所有割据包里面最高的 通过分析这三个割据包啊 我最后就做了一个总结 如果你在PK赛季之前 武虎上将的数量特别多 那么你就毫无疑问去选择割据一 因为官媒可以直接跟武虎上将当中任意两个人啊 黄中除外 就是除了黄中以外的武虎上将跟官媒搭配 他都能够组出一队有相当强度的这么一个队伍 所以说武虎上将多的人就捞PK赛季的割据一 那么如果武虎上将不多 甚至说有的人他这个号品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整个S1 S2 S3三个赛季武虎上将一张都没有 或者是有也拿去拆战法了 那么他就可以考虑什么呢 考虑一个别的割据包 比如如果你有司马懿和张辽 或者说你的司马懿和张辽比较多 像有的人吧 他张辽运气特别好 这个整个S2赛季能不能捞到一红张辽或者一红司马懿 如果是捞到一红张辽或者是一红司马懿 那么在抽割据包的时候呢 就要毫不犹豫的选择割据二 因为什么呢 司马懿加上蛮宠 哪怕你没有曹操 你上一个郭怀所组成的这个低配泰瑞盾 他的这个战斗力都是相当不俗的 所以说玩司马懿或者说你有司马懿 一定要第一优先的就是捞蛮宠 而如果你有很多张张辽 比如说你有一红张辽 或者是你没有司马懿 然后也没有其他这个优秀的核心 但是你有张辽 那么捞割据二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王元基加张辽组成的 无论是爆头骑还是爆头枪 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就是如果是有司马懿和张辽比较多的话呢 就捞这个割据包二 割据包三呢 它是非常适合五谋尘和鼠制的这么一个割据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割据包里面有张辽可以拆这个杰利左谋 然后有一级和朵斯大王可以用来拆那个灵机制胜 灵机制胜对于这个五谋棋和这个鼠制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战法 它能够提升大量的伤害 因为平民玩家他主打的五谋棋 基本上就是这个以成谕为主的 然后以成谕为主的话呢 灵机制胜能够提升非常多的伤害 而至于鼠制这一边呢 到目前为止啊 如果鼠制像庞统 你有这个太平道法加识别三日 那是顶配 但是如果你没有太平道法的情况下呢 庞统携带无当飞军加上灵机制胜 它的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玩家 然后你侥幸拿到了PK赛季的霸业 那么你就毫无悬念 直接去捞霸业包三就可以了 目前霸业三是所有霸业包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没有之一 这个事情是不需要纠结的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再见